我今天要報告的是 用Blender的粒子效果 來做出那種雞與雲的效果 雲 首先 方塊先放旁邊 等一下用得到 先來先新增一個 先新增一個 先新增一個 Ikosphere 然後 因為要做雲所以我們把它拉 有一點橢圓形的樣子 差不多就行 然後開始用 這裡 這個粒子效果 我們新增一個粒子效果 把它的開始跟結束都設成零 然後 這樣 object 然後選 cube 然後我們稍微調大一點 好 因為我們是要做雲的話 所以 盡量讓它零亂一點 沒關係 會比較好 所以 Random 盡量把所有Random都拉一下 因為越亂越好 越不整齊越好 好 那差不多就先這樣 然後 為了讓它 因為它現在看起來還蠻 就是 不密集的樣子 所以 要讓它稍微密集 先Ctrl-Shift加A 先讓它獨立出來 之後 因為它粒子多一出來了 然後 把它再合併上去 所以 看起來 比較 稍微有點樣子 出來 之後我們選 編輯模式 嗯 選擇它的面 因為我們不希望它的粒子裡面 就是那個 我們要把那個球體給拿出來 所以 選一個 然後按 L 選擇它 RMP把它獨立出來 然後回到物件模式 我們把它移到別的圖層去 這樣它裡面的球體就拿掉了 之後 然後 我們再用 它裡面有一個內建的 它裡面有一個內建的 看完這個 Generator 用它來製造一朵雲 先把粒子畫給打勾 沒有 這時候我會盪一下 要等一下 嗯 嗯 好 把攝影機跑去 把攝影機跑去 那我給你加一個 那我給你加一個 很少欸 調一下攝影機的位置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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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壞 壞 欸 為什麼找不到 再跳一下 還是有攝影機 不知道在哪裏 不要打下去 我們在稍微給它打點光 太陽 稍微給它一點溫暖的顏色 好 這樣就好了 差不多 然後再加一個 光 稍微上一點 因為雲的下面通常有點藍藍的 所以加一點藍色 好 差不多這樣 然後 拉圖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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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 按